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崭新观点 看两岸 时间是7点33分18秒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礼拜五的单元当中 为各位所介绍的 彭博上海周刊 繁体中文版最新一期的报道 非常谢谢彭博上海周刊 中文版的副总编辑 范荣靖在我们线上 各位也可以在台湾的 这个通路平台上 买到实体版的彭博上海周刊 繁体中文版 或者是在APP上下载 免费阅读 非常优秀的一本杂志 那不过我们现在要讨论的 这个题目还令人蛮芒骨悚然的 因为女生一听到武器就害怕 好 荣静 港警武器订单 你们什么意思啊 OK 因为主要是因为 香港战中这次的事件 有一个很关键的 警察一个很关键的工作 做引起很多的名愿 就是那个施放吹泪弹嘛 对 还有那个什么辣椒水 在台湾从来没看过的东西啊 对 所以我们编辑团队就觉得说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 我们有一个定义叫 镇压的经济学啦 就透过这些武器 它到底订单从哪来 它到底衍生了多少的商机 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 出发制作这样的一个题目这样子 好 那结果你们发现 港警有哪些这个武器呢 所以其实最有趣的是说 大家会认为说港府的武器 好像是来自中共嘛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港铁的那个 那个什么车子的话 很多都是从什么 大陆那边的制造过来的 可是这是港警的武器 一调查之后发现 大部分是从英国进口的 原来起来有自由传统 对吧 也就是说以前港警就有 购买武器 是因为治安要用的 对 没错 可是没有想到 这次港警是用在民众身上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英国是支持这次战中 基本上支持这次战中行动的 但没想到 它的那个港警的武器 是来自英国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发现 那意思就是支持战中的 英国政府卖给港警的 这个英国方面卖的武器 被拿来对付战中的人士 没错 因为从我们的资料显示 它其实主要是有一个公司 叫Cameron这个集团 所以它是长期来都供应给 提供给香港港府的武器 而且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蛮崎岖 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记者 他在香港这边 跟香港询问这方面的资料 香港政府这边都说 不能透露不能透露 然后你上网去查 它就是很多都是业务机密 不能透露 所以是后来透过一个 英国的反对武器 贸易活动的组织Caat这边 跟他们接触之后 他们那边 因为他们那边会长期 去追踪英国出口到各国的武器 所以从这边得到这样的讯息的 哇 他们输出的这个军备武器的 数额还蛮大的嘛 没错 因为如果 以香港这个部分的话 从2008年到现在 英国总共向香港输出了 接近14亿英镑 就折合港币是174亿 那换成台币的话 大概也是六七百亿的台币 六百五十亿左右 对对 然后可是其实当中 99.3%都是比较是属于 保护银啊盾牌 这种比较是防备性的东西啊 那真正用在比较是吹雷弹啊 阻击步枪枪架 这个大概只有这样 低于百分之一 大概就1000万英镑 就大概就是台币 五亿六亿左右这样子 所以这个在这个战中 被这个武器攻击的那些武器 是英国货 对 是英国货 所以这个CAT这边 其实现在也在追踪 跟他们就是会有一些 那可不可以让英国人 不要再卖这个武器 来对付我们香港人了呢 对 因为它其实这个 英国人出口过来 其实除了也是香港 这边是属于公开招标的 对对 因为他们这种 这种政府性采购 也是要经过很多比较后干嘛 所以那只是再加上之前 香港是英国殖民地 所以它有它的历史的源源 这样子 对对对 可是为什么要买 脆类蛋跟辣椒水物 它主要就是为了针对香港内部 如果发现一些治安事件 那其实上一次发生 是在2005年 在使用脆类蛋是2005年的 世贸的第六次部长会议的时候 有韩国的农民 是上次那个 这个WTO的会议的时候 对对对 对 没错 所以它基本上是维持社会秩序 只是没有想到 这是针对到香港人自己 这样子 容敬你们好可爱哦 还把这个 催润蛋是什么 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介绍 有图形 有图表 那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因为这个 我们大家听过催润蛋 他不知道催润蛋是怎么做的 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觉得它其实还蛮像 有点像那个 手榴弹的构造的外形 所以它如果要使用的时候 也是要有一个卡榫这个地方 也是要把它引心 要把它拔起来 拔起来是往那个 群众里面丢吗 没有 它会拔起来的时候 是有点像灭火器 跟就是拔起来之后 是用喷的 所以当事人呢 就要带那个什么 防毒的东西 对 或者后来就用雨伞嘛 那警察就要穿防毒的面具 防毒衣 对对对 它那个整个空气都会弥漫 那个味道这样子 那全世界的武器的输出 没有规定催润蛋是在什么样状况之下 才能使用吗 这个倒没有 因为其实催润蛋它并不会造成 它不算是化学武器 它基本上就是让你当时会很难过 没办法 没办法有一个正常的活动 跟行动这样子 对对对 对我刚才补充一下 其实大家做这个题目说 我们本来在猜测 这个武器供应商 会不会是中国大陆的北方工业 对呀 那个大陆习近平应该很生气啊 怎么到现在还在用英国货呢 把他们都没收换成中国货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次事件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演变 对对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再看 那基本上就是说 问题是说你是说从你们是说2008年以后 他就到现在六年 他买了一百七十一百多亿的 对不对 对一百七十四亿港币 那可是他已经都已经回归了耶 对所以这个东西 因为我就说他这个还是英国 英国当局 港英政府 对港 不是 就是说香港 香港这边的话 他们自己会有一个采购的标准 所以他是公开招标的 那这个部分也是要再去追踪 是不是北方工业并没有提供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去了解的 大陆也要维稳 大陆的北方工业就很成功 因为他那个就是连坦克车 整个套装都可以输出到非洲国家 大陆可能不需要这么细致的维稳的武器 不过从这一点 我这样蛮坏的 就是说这样子可以证明说 中国军方连武器都没有卖给香港 所以人家解放军也乖乖 这一次也没有出现 对不对 大家在那边污蔑人家中国的这个执政党局 对 而且主要是因为 其实现在目前我们得到的资料 是从英国这边得到的 因为毕竟整个香港的所有的武器的部分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香港这边并没有提供 所以也不知道他全貌到底会是怎么样 所以你们还不是不太了解全部的这个武器订单 我们就只是先追踪这个催泪弹 对 因为这个事件引发的 太有意思了 大家对催泪弹想要了解 特别是在台湾如果要有群众运动 这可能必须把这篇文章给揣在口袋里面看看 那这个什么时候释放催泪弹 依法有什么样的规定 那合法性等等 你们这个也去请教了警方 到底什么样状况可以用 然后用完之后 有没有什么监督单位可以去审查 你是不是用错了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可能的程序呢 在催泪使用的时候 一般他还是有一个规则的 例如说他是说你是不能太大范围的面积 然后每次的时候 使用之前你要先给足够的警告的 让示威者是有时间考虑 或者是就是说他们的抗议活动要减缓这样子 对对对 然后他是要达到同等效果当中 武器的侵犯程度是最小的 对 就是他有个基本准则 但是这次其实已经引起很大的讨论 所以其实他们香港内部也是在检讨 对 你不能够自己穿上了防毒面具防毒衣 然后就去跟这个 平民老百姓手无寸铁的人给人家这个喷这个喷雾器嘛 对不对 催泪单 好的 这个这个蛮精彩的 虽然让人家读起来会有点麻麻的 好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这个荣静再来告诉大家 阿里巴巴的下一张王牌 他好多王牌哦 他都不叫王牌了 我看他叫天王牌 好 麻烦您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彭博摄像周刊最新一期的报道 我们请到彭博摄像周刊 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范荣静 跟大家做介绍 各位不要走开喽 还有精彩的报道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 我们继续介绍的是彭博 下一周刊繁体中文版礼拜五 崭新观点 看两岸 我们为各位进行的最新一期的 报道 同时呢 这个由彭博摄像周刊 繁体中文版的副总编辑范荣静先生 把我们介绍 阿里巴巴的下一张王牌 那么 阿里巴巴呢 上市 那成为 这个 一个王国 之后 他的下一张王牌 是什么呢 好像 这个下一张的王牌 还蛮有意思的 荣静 OK 主要是提到 那个 因为我们知道阿里巴巴 他这次上市并没有把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部分叫支付宝这个东西 他也一起上市 因为他阿里巴巴在前几年都把阿里巴巴把支付宝从阿里巴巴独立出来 然后后来他成立一个叫做小微金服 小就是小企业的小微就是微型企业 小微金融服务 它是针对小微企业的服务的金融服务的一个单位 在阿里巴巴这边独立出来 对 对那这个部分因为里面有一块叫支付宝是大家认为真正的金基木 是在小微金服 就是阿里小微金融服务集团 对那他主要是针对小型企业微型企业还有个人消费者的 那里面最重要的是支付宝这个东西 因为他现在支付宝的每天的那个人均交易量就已经达到106亿人民币了 你们今天要报道就是这个小微金服里面的一个小亮点 对而且他其实还不是小亮点 因为他现在这个小微金服它的估值市场的估值是已经有500亿美金的一个估值 但是未来随着中国大陆的互联网金融的发展 还有行动行动上网的金融发展的之后可能会破2000亿 可能会比这次阿里巴巴上市还高 那这位女士小微金服的CEO 对他的CEO就是就是也是阿里巴巴的估扮人叫彭雷 对那他其实现在也很年轻 他是1973年处女座的人 对他也才41岁左右而已 对那有人把他比喻于说是现在全世界互联网领域里面最重要的三位女性高层之一 第一个可能是就大家知道了就是雅虎的CEO美尔 另外一个是Facebook的的那个营运长 对三德伯格 然后第三个就是彭雷 这个彭雷是怎么跟阿里巴巴这个建立起关系变成创办人呢 这个很有趣 他其实是念那个杭州商学院的气管科 毕业后其实他是教书的 他会进阿里巴巴是因为他的先生的关系 他先生是之前阿里巴巴也是创办人当任总裁叫孙童宁 他先生已经离开阿里巴巴了 对那他还是留在阿里巴巴里面 那他这个人还蛮有趣的 因为很多人关于他跟他先生有很多谣言 所以他其实曾经对内也写过一封信说 那个孙童宁是他的不是他的前夫是他的丈夫 所以他们曾经短暂离婚 然后又复婚 对对对 好奇怪 对对对大家也是产生说孙童宁为什么离开 那他也是讲说每个人都会离开公司 原因很多 不太需要去 就眼见 眼听为虚 眼见也未必为实 你们写的里面好好笑 说这个彭蕾长得有点像 马云 蓝版的马云 别这样子 彭蕾长得还比马云好看吧 但是样子真的有点像 会不会是他什么医师的 分开的 其实我们文章没有写到 但其实彭蕾自己有对外 对外也有讲过说 长相这种事情没也好 仇也好 说到底就是 那是我的事情 两个人工作久了 结果互相就比较影响了 对 但是其实比较有趣 彭蕾他的专业基本上是从人力资源开始的 对 他只是后来从2020年的时候被指派接小维金服集团的这个CEO的职位 是 但他不是学金融的 他是学气管的 对啊 那怎么去做小维金服呢 OK 主要是因为他的人 他因为对阿里巴巴这个公司来讲 很重要的部分是价值观 那他是人力资源 所以他对公司的整个价值观跟文化他有深刻的体认跟了解 所以因为在阿里巴巴他们的那个考评里面就像考评里面不是只有看你的数字而已 他的KPI就是里面数字是占50 但是更大的部分是价值观 对 所以他是50加50 所以对他来讲 他因为他是CEO的角色 所以他不见得是需要执行很多戏面 戏不成次 但是他必须把整个阿里巴巴的精神带进去到小维金服这边 很有意思 所以小维金服已经分离开了 阿里巴巴已经上市了 但是小维金服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上市的大金鸡鸣了 对对对 龙凤的龙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用支付宝来交 因为要支付宝的客户 就是如果加钱已经快破10亿人了 对 这里面也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阿里巴巴的这个企业文化跟价值观 这个这篇文章也写到所谓的六脉神剑 那一个年轻的40岁左右的女孩子 不过大陆因为兴起的企业里面多半都是70年代以后就接班 这个文化大革命那一代就倒霉了被淹没了 那所以他们40岁左右的CEO并不稀奇在大陆 可是这个学这个human resources的这个人力资源的主管 他怎么样把企业文化跟价值观注入他们这么大型的企业呢 OK 我觉得主要是从他的领导方式 因为他们基本上就像刚刚后姐讲的 大概都是70后的人嘛 所以他们在管理上面比较不是属于那种权威是这种 就是我命令你做什么做什么的这种 所以基本上也是属于比较是沟通 其实在互联网的领域里面 你又比较不像传统产业这种阶级分明的 对对所以他常常也会写信或者是跟同事沟通 那他常常也会关心同事说工作很重要 但是你基本上身体身体跟健康都要顾 家庭跟健康都要照顾好 所以他比较不会是那种高压式领导的方式 也讲到女性的特质 所以就是六脉神剑 以前叫做什么独孤九剑 独孤九剑是太马云化了 所以女性化一点 所以就客户第一嘛 然后团队协助拥抱变化 诚信激情跟敬业 对看到没客户第一 对不对 好所以这很有意思 所以今天这个我们看到的 你说阿里巴巴的下一张王牌是小围巾服 就是这个小型的 小企业跟围巾服 他其实在昨天的时候也正式又更名了 他又改名叫蚂蚁金服 所以他用蚂蚁这个概念又更清楚了 他们实在好厉害 马云取这个阿里巴巴也已经很奇特了 蚂蚁金服好有这个亮点了 对就蚂蚁就正当 他就小小的 他就关注小的 对蚂蚁金服比较听得懂 那个小围巾服听不太懂 还以为他搞了一个什么时尚品牌 对他就马上更名了 昨天更名了 所以他的小围巾服现在已经变成市场上认为的 下一个上市的 对 这个 一个钻石 对没错 那蓬蕾其实现在身价已经不凡了 对他们这个都有 这个因为只要是阿里巴巴上市之后 他的创办人的身价早就都破好几十亿的那个 这样价值了 对 那当然 那当然有人问到说 那你怎么看待离职这件事情 那基本上 他们阿里巴巴的文化就是 离开也是正常的 所以基本上也不会特别去刁难 或者是说 觉得是这种用负面的眼光来看待 对 就是其实马云很厉害的是 他把所谓的这个蚂蚁金服 微小金服这件事情 从支付宝开始做 可是那个支付宝 凭良心掌 在很多其他地方 他可能有一些层层关卡的 这个政策上的执行 可是马云竟然是突破了这些关卡 这也不简单啊 对 因为其实支付宝本来就是一个 把货币把钱币 存在一个第三方那边 收到货再扣款 对对对 那他后来就是发展说 你可以把这个扣款 可以去投资金融商品 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在讲 大家在讲的互联网的金融 对啊 那他现在在杭州这边 也拿到一张互联网金融的银行的牌照 哇 真是不得了 对 所以这个部分 他的发展的潜力是很无限的 所以你知道香港现在也有支付宝吗 香港都有 台湾也都有 都可以 第三方支付 台湾这个第三方支付 现在就说支付宝质 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可以进行了了 好 台湾还是有点落后 所以大家很厉害 谢谢你 指出诚实的指出 我们的状况 我们落后的地方很多了 谢谢我们跟这个 恭喜彭雷 也谢谢荣幸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